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牙齿的保健 原来有很多长者 关于昨天的新闻 我想大家略有看过 有很多长者 他们的牙齿 因为现在整牙真的很贵 于是他们很怕 第一是怕去见牙医 另外收费真的很昂贵 所以有很多长者 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去理会到他们的牙齿 原来有一些只剩下9个牙 甚至有些只剩下1个牙 其实牙齿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记得我爸爸 因为他刚才那两样东西 又严贵 又怕痛 又怕结牙医 几种种的原因 令到他只是觉得 早晚我刷牙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这样教我的 不要吃那么多甜的东西 不要吃那么多刺激他的东西 但原来不是的 因为牙齿始终都是会耗损的 因为我们天天都会去吃东西 有时如果一个不小心用错了一些牙刷 也都会令到牙齿 是会不健康的生长 我爸爸也是因为这样 他又不跟我们说 突然间消瘦 就是瘦了很多 瘦了是成十磅的瘦 于是乎我们就带去看医生 原来发觉他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因为牙痛 这样就令到他消瘦了十磅 所以有时牙齿是多么重要 因为是这样 我又想起昨天的长者 他们又要去请愿 希望可以 政府是帮到他们在牙齿方面 有一些费用补贴给他们 我又开始想一下 不如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 牙齿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在生活上都很忽略 但我又知道现在年轻人 和年轻的父母 其实又很注重小朋友的牙齿 年轻人还更加注重牙齿 因为其实他们知道 牙齿是移用的一种 尤其是你去上班 或者你去见客 或者去见你的client 或者你去合谈生意 其实如果你列续一笑的时候 入行轻人整的牙齿 白的牙齿 其实真的令到别人 是觉得眼前一亮 还有觉得那个感觉是不同的 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 父母其实都很紧张 小朋友的事 那些牙齿生得不好 一前一后 其实都很着重 都会带他们去做矫盈的手术 做矫盈的 其实有次不是手术的 如果你的牙齿生得出 生得入 其实枯牙就可以了 就不用做手术的 这样 即是去矫盈正的牙齿 他们将来会充满自信 以后他们将来充满自信 对不对 好了 Cuma是一个很专门的学科 今天我就不去讲 但是说一些我们平常很容易看到 但又很容易忽略了的 一些牙齿方面的资料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牙黄 尤其是我们上年纪的时候 觉得牙黄当然是赖咖啡、赖奶茶 当然能喝的那些茶多 所以保里尤其是那么黑 所以令牙齿原来也不要赖了茶 其实茶都很冤枉的 是因为行齿的发狼质是透明的 令到黄色的橡牙质是黄色的 发狼质是透明的 它就蓋不住我们的橡牙质的颜色 所以就透了出来 大家会看到我们成年人的行齿 是微微的呈现黄色的 就不是小朋友那种乳齿 所以漸年纪大的时候 然后那些橡牙质不断增厚 所以就越来越黄 你的发狼质是透明的 它不会有保护的颜色 它也是透明的 所以就越来越黄 那就不要赖点茶 小朋友的乳齿的发狼质 就不够行齿的发狼质那么透明的 所以那个橡牙质也比较薄 所以乳齿的颜色就会比较白些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乳齿在小朋友7至13岁的那段时间 都会换 现在换了行齿 其实如果年长慢慢去 都会是黄色 现在我也知道 坊间有很多是漂白牙齿 有一些特别 现在还有一种新科技 我看到报纸 有些新科技 令到牙齿特别白 大家这些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你的牙医 看看哪一个方法是令到你最好的 对你有没有引致你敏感 或者牙齿敏感 那些 其实另外很多人都说 牙痛比大病 牙痛的原因 尤其是刺痛 那些突然之间 好像找一支针刺的刺痛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又找到一些资料 原因就有很多 例如有蛛牙 如果蛛牙洞里面的细菌 引起牙水 就是牙的 就是再低一点的 下面的神经线 如果是发炎的话 就会刺激到牙水神经 那你就会有时突然之间 好像变一变一变 那样痛 另外就是胀牙质外脑 其实胀牙质外脑 其实是令到牙齿敏感的 那胀牙质就铺满了很多管道 我想大家 现在看那些敏感牙膏的告白 就常常都说这件事 那其实呢 那个原因就是 好像告白那样说 这些管道因为 因为牙筋萎缩 和令到牙齿表面受损 如果你再吃一些 酸的东西 或者刺激的食物 就会令到那些外脑的神经线 即深入牙水的神经线 就令到牙齿有刺痛的感觉 例如特别冷 特别热 特别甜 特别酸的食物 都会是这样的 令到牙齿会刺痛的 另外有一些是牙齿崩裂了 譬如有时 所以现在年纪大 吃饭的时候 就要小心点 不要睁眼去咬那些蟹盖 蟹蟹 或者吃鸡翼的时候 不要咬骨 因为很容易 有些严重的神经线 都爆开了 有些 就这样裂开了 食物都会令到 入到牙齿骨髓的时候 会有刺痛的感觉 这些都是一些原因 令到牙齿会刺痛 另外牙根肿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即是里面痛的 因为很可能就是牙周病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牙周病是一个 大家开始认识 很多人都认识的 其实你不要以为牙周病 一定是年纪大的人 才会有牙周病 原来青年人都有牙周病 牙周病为什么呢 譬如牙齿出得不齐 中间有疙瘩 亦都开始意识到 如果你避免牙齿中间有疙瘩 现在是不会用牙签去撩牙的了 就是要用牙肆 因为牙齿和牙齿之间的 胸位越来越阔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藏了一些食物 而我们又拆不出来的时候 这样就会很容易在里面 慢慢有细菌 细菌就开始形成了牙周病 尤其是妇女怀孕的时候 其实因为流失了很多丐 那些丐去了嬷那里 其实很容易也会有牙周病 不要小看牙周病 我有一个亲戚 真的因为这样的原因 导致牙周病 是可以一次过脱了两只牙的 她说其实她脱了两只都少了 她说她听过又脱了几只 所以妇女 因为妇女很多时候都流失概质 其实这里大家都留意一下 这个都是 虽然听闻是否真的有医学根据 就算现在我们暂时 没有在这些资料在手 但是牙周病真的不可忽视 原因就是因为牙周病 刚才说了 令到是蛀牙 其实蛀牙也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小朋友 我都知道很多时候都有蛀牙 尤其是如果是行齿 刚刚出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要即时去处理 因为蛀牙 如果不管它的时候 除了痛之外 其实在路路影响 整只牙是救不回 那就要脱了它 你知道是行齿 行齿脱了是没有的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 我爸爸不懂得 这个牙齿护理 很小时就带了我 一弄不碰牙 就去脱了它 于是乎 我很小时就没有了两只大牙 现在吃东西是靠智慧齿 幸好我的智慧齿出得没问题 再补救 如果不是 其实是导致消化不良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医生都会叫你 慢慢咀嚼烂食物 然后才吞 这样对腸胃又会好些 所以牙齿是多重要的 刚才说牙周病 就是牙根怎样会痛 还有又说智慧齿发炎 所以有时出智慧齿的时候 因为智慧齿是很入的 很多时候牙齿都会帮你密切看着 它出得好不好 有没有打横 或者是否出到一半出不了 这样就要处理了 接着就是有很多小朋友 尤其是大人都会的 就是磨牙 我想大家很多时候都会 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你会听到嘰嘰嘰嘰嘰嘰 其实原来磨牙是很不好的 对牙齿 是令到牙齿表面的发浪 又会被它磨损了 又会令到它咬合不好 令到整排牙会酸软 导致了很多牙齿的问题出来 所以其实成因 大家都认为 根据资料就是说 是因为压力的问题 所以其实建议 应该让人放松一点 不要有压力 精神比较舒畅一点 父母就不要压迫小朋友 要求它这么高 让小朋友压力没那么大 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 身心愉快一点 自然磨牙的情况就会改善 但是又未改善之前 它继续磨牙 家长又怎样做呢 譬如我们成年人 如果真的发现自己都有磨牙 可能身边的人告诉你 原来现在牙医 是出了一种透明的胶的牙套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带着在上额下额 就算你磨牙都不用 你的动作一定会继续做 除非你真的改善了 如果不是 起码对牙齿的伤害 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另外 尤其是年纪大了的人 开始就感觉到 咦 为什么好像没有口水 那样的呢 口很干 好像有时我们吃饭的时候 很多食物都会很容易 黏在牙齿的 我看到有些公公婆婆 尤其是假牙那些 没有办法 吃完东西 比如喝完茶 就要去厕所拿出来洗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口水 那些食物的渣仔 就停留在牙齿里面 它假牙就没有问题 我们有一些都是行齿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要大家留意一下 怎样去改善呢 喝一口水 冲一冲 或者真的如果不行的话 真的要去洗手间 或者去浪一浪口 那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年纪大 口水那些分泌开始退化 少了 或者有一些病患是需要接受一些治疗 就是一些放射性的治疗 都会破坏我们那个退役线的 另外可能会有一些药物 药物都会令到会是这样的 而且如果真的口水分泌是少的时候 其实都会令到很容易有蛀牙 以及口肝膜发炎 所以大家就会留意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一帮呢 就是密些饮水 令到口肝保持濕度 密些饮水 不是叫你每一次都喝一大杯下去 譬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人 买一个小小的骨子 走到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口肝脏 喝一口 又放回它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了 希望刚才那些资料 和大家分享 大家觉得有用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